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它是整合了联通的云计算 大数据 物联网 人工智能 还有区块链 还有安全的一些核心的能力 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行一个赋能 我们今天分享的其实是联通数 和大数据 我们内部的一个云用实验 大数据分为最内部最外 和内部的一个云用实验 我分享主要包含我们的一个实时计算平台 还有Stream Park的一个应用实践 还有一个未来的规划 首先看我们的实时数据服务平台 就是联通它的数据源是非常多的 它的数据量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基于这些数据量 其实我们内部支撑了很多 这种实时的一个产品在里面 那么整个平台呢 每天会处理这种万亿级别的这种数据 就是数据量呢 也是达到了1000TP加 实时作业数呢 达到了500多 目前这个量还是在进行一个增长 任务数呢 也是在3万加 那么平台呢 有一个就是500节点的 一个独享的一个集群 这是我们平台的一个结构 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个苏科的这种平台呢 它还是基于存储和资源管理 还是基于好多可的 就是说 所以说我们这次的 我这次的分享呢 是基于昂样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RUN Park 基于昂样的这种的一个时间 那么明天的一个下午的一个零点 来自这个自如的工程师 会给我们分享 就是基于Stream Park的 就是On Paper S的一个分享 大家不要去错过 那么就是Stream Park 我们应用的Stream Park 可以将我们的作业提交到 我们的Young Session Young Application 还有就是我们的Young Perjob上去 那么再往上层呢 其实我们平台支持这种 极低延时的数据处理 因为从数据的产生 到Flink的数据处理 我们主要是用的Flink的数据处理 到用户的数据的一个应用 其实它是在秒级就可以去实现 所以说我们有一个极低延时的数据处理 那么我们可以将数据 导入到湖中去 那么这个湖其实我们也是用了 这个PIM 就是我们正在是应用之中 利用这种流逝数据户的能力 来这个富能生产上的一些处理 那么再致上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原数据的一个统一管理 比如说这个Catalog的管理 还有这个流表的一些管理 我们主要的计算引擎 是Flink Circle和Flink Stream的一个API 那么用户呢 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 就是基于可视化的方式 去订阅我们的一个实时的一个数据 那么我们平台上也打造了一些 标准的场景 比如说实时安全 实时特征 实时用户行为 那么基于这种Flink的强大 就是满足了我们这种 低延时数据处理的这种需求 还有就是基于这个Flink的状态的处理 也满足了我们这个复杂的 一个数据的场景的一个需求 但是随着现在就是 我们联通的数据量 就是在这么大规模下 支撑了很多的实时产品 其实在作业数非常多的一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个 对实时作业 尤其是Flink作业的一个 管理这么一个平台 那么其实经过我们的调研 其实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个 APIG Stream Park 所以接下来就是我们基于 Zoom Park的一个应用实践 那么在19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这个流处理 还是基于Spot streaming VP的 当时这个作业数也不多 那么在20年的时候 其实在随着我们对实时需求的 需求越来越多 还有就是数据处理越来越复杂 就是我们使用了这种 Flink有状态的这种计算 那么当时我们的作业数呢 其实达到了200以上 当时其实我们就是脚本化的一个管理 大家可能有些 可能会引起一些共鸣 就是脚本化的管理是非常痛苦的 而且确实产生了一些低效 而且产生了一些问题在这里面 所以说这时候在2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急需一个平台 去能够来管理和运维 我们的一个 Flink的作业 那么经过我们的调研呢 其实当时我们就发现Zoom Park的时候 它其实已经具备了 生产使用的这个条件了 所以说我们去采用了Zoom Park 目前Zoom Park 纳管了我们生产环境 500家的一个 Flink这个作业 并且从21年到现在 已经稳定运行了两年多了 所以说我们从21年开始 其实就是得益于Zoom Park 就是我们进入了这种平台化的 运维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么目前呢 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咖啡馆里 就是说呢其实我自己也是造的一个词 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边喝咖啡 边进行对这个作业的一个管理 就是幸福指数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那么也是在这两年 先后成为了Zoom Park的 我们的生产环境呢 就是说Zoom Park可以将我们的作业 提交到样上 目前我们这种样式 批评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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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都有使用 其实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用批评器 因为我们发现批评器 其实有的时候 也确有的时候我的参数里面 会有警号的时候 可能会提交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说我们还有少量的作业在ProDrop里面 那么它也支持将我们的作业 提交到Governetis上 就是这个我们目前 我们使用的是样子 那么这一层就是原数字管理 Zoom Park原数字统一管理 其实目前这个正在做了 而且在Zoom Park的一个 未来发布的一个中版本里面 2.1版本里面 会支持这些功能 Catalog的管理 还有这种流表的管理 它会将所有的原数据管理起来 那么在上面呢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 Zoom Park的一个双线的眼睛 你可以认为是一个静态的 一个动态的 那么对静态的来说呢 它其实有很多的管理 比如说我们都有一个Circle的管理 那么在页面上 我们可以编写我们的Circle语句 也可以对Circle语句进行一个语法的 一个校验包括Circle编辑之后 多版本的这种管理在这里面 如果说你是用Flink Data Stream API 去写的这个程序 那么通过项目管理 我们可以把 从Gate上把这个项目的Gate地址进行纳管起来 那么作业管理 作业管理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作业管理 分为所有管理 和Data Stream的API 就是Flink的Data Stream API的一个管理 那么它可以将 将我们的这个作业的照包 以及我们作业的执行模式 比如说你是运行在样上 还是运行在Kircle语句上 你的Flink版本是多少 资源配置多少 动态参数 程序参数 是什么样的 可以给你闹关起来 包括我们上面的资源配置 还有参数配置 还有集训管理 那么集训管理呢 就是说 在StreamPug上 你可以启动 央Session集训 或者Kircle S Session集训 可以对整个集训的 升任周期 进行一个管理 那么在提交作业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 将我们的作业 是提交到 由StreamPug 这个管理的这个集训上去 后面是状态跟踪 还有一些变量的管理 还有一些告警的 下面呢是一个流水线 流水线后面 我会展开去说 在我们内部的实验之中呢 就是整个流物平台 其实有很多团队 去进行一个使用 比如说数据 采集团队 数据处理团队 数据产品团队 那么团队的管理 其实解决了我们团队 之间的一个 作业的应用隔离 防止了就是 这个作业的一个误操作 而且在每个团队之中 你可以设置团队的管理员 和开发者 进行一个灵活的 全新的一个管理 那么团队之间呢 它有个资源隔离 比如说每一个团队 可以维护自己的一个变量 团队和团队之间 它是互不影响的 不会导致这种 不长的一个冲突 那么用户呢 可以选择多个团队 实现这种高层级的 这种管理 那么基于StreetPug 其实我们从Gate地址的配置 一直到编译 到作业的管理 到发布 到API的调用 贴到样上去 那么整体的一个流程 实际上帮助我们内部 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去脚本化 刚才我说了 其实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脚本 就非常的一个痛苦 那么StreetPug去掉了 我们几百个脚本 也解决了我们脚本 这个确权难的这种问题 还有代码的可追溯 在StreetPug上配置的Flink Circle 它有这种版本的这种追溯 还有就是说 如果说你是Flink Data API写的 那么它的Gate地址 以及它的分支 也都可以在平台上 去做一个查看 还有我们的资源配置 参数配置 都可以集中的可视化 在作业管理里面进行一个配置 并且配置之后呢 你可以进行一个配置的生效 都有一个版本的控制 可以通过对作业的创建 删除 发布 启动 停止 进行系列的权限的控制 还有一些操作日制 那么这个呢就是 刚才上面我细说了就是 StreetPug对各种的一些管理 那么这个DevOS流出线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动态的 比如首先是团队一进来之后 你要选择你是属于那个团队的 然后呢你可以通过编业打包 然后呢比如说编业打包里面 我可以进行弗林克项目的 这个Gate地址的设置 分支的选择 构建命令的这种设置 然后进行一键的打包 打包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创建我们的作业 那么创建作业的时候 我就可以选择我上个阶段 然后打的那些 菲林克的作业的一个招包 进行一个创建 那么部署模式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选 你是想提交到样上去 还是提交到K8S上去 或者是提交到样的 是一样的Session方式 还是以这个Application方式 Application方式 去做一个提交 都可以选择 这里还有一个菲林克版本的选择 它是支持多个版本的 还有资源的设置 容错的一个设置 容错的设置 这个功能也非常重要 就是当你作业失败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帮你进行一个拉起 还有变连的填充 在这里面可以进行一个 发布和启动品质 那么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然后可以监控 菲林克作业的运行状态 比如说 那么整个作业运行的一个耗时 而且可以对这个状态进行一个秒级的更新 它可以实时同步 作业的Champon 过去到SessionPal平台上来 同时支持各种告解 丁丁告解 微信 邮件短信的一个高级 那么就是说 刚才我们说的 菲林克帮我们解决了低验室的问题 还有复杂数据处理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 像我们有500多个作业的情况下 想保证我们生产支撑的一个 产品支撑的一个稳定性 或者连续性的时候 其实是我们需要及时地发现 我们的菲林克的一个作业的一个异常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不管是你的作业提交到了这个样上 还是这个Application模式执行 还是ProJob模式执行 还是Yascension方式执行 或者说你是KBiS的Session方式执行 或者说用Remote的方式去执行 然后StreamPug会有一个统一的信息的一个采集器 将我们作业的详细的信息进行一个采集 所以说它实现了这种信息状态的一个秒机采集 低验室感知作业的一个异常 那么当你提交作业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在页面上去看 在提交过程之中的 它的一个作业的生存周期 就是启动状态 初次化状态 然后还有运行状态 运行起来之后 如果它是失败的话 它会秒机检测到 已经失败了 有一个整个生存周期的一个跟踪 那么运行起来之后 生存周期会去采低验室的 去采集你的ChemPoint的一个记录 如果说你在停止作业的时候 如果说你做了ThemePoint 它会把ThemePoint的记录 也会记录下来 那么同时也会记录这个作业 如果你是安样的话 就是它会记录你的Application ID 或者找过Manager的URL 那么这个后续可以通过这个URL 然后进行ID和URL 进行以后续的一个操作 同时还有Task 对总体运行的Task 运行Task 还有就是集群的采集 刚才我说了 就是Sung Park可以在平台上去创建 我们的YoungSession集群 KB-S集群 还可以纳个Remote集群 那么它可以对这些集群的状态 进行一个监控 当这些集群的状态有异常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你 就是说 这些 这个集群到底影响了哪些作业 那么在使用Sung Park之前呢 其实我们每次在去上线 或者是操作Flink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过程是非常长的 就是有了Sung Park之后 其实通过四个一键的一个操作 一键导包 一键发布 一键提供 一键去做一些监控 就是上线效率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用脚本化去做的时候 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很难保证 就是工程师呢 他去操作的时候 会去从Champon去做一个恢复 经常会引发一些故障 所以说这里呢 Sung Park在首次启动这个作业的时候 他会去采集你的Champon的一个记录 他会自动寻找最新的Champon 但你停止的时候 如果说你做了Champon 他会把这个Champon 也会给你保证起来 他保证可以从 后续可以从状态恢复 保证数据的一致性 当你再次启动的时候 他会寻找最新的Champon 或者Champon 从里面去做恢复 这都是一些默认的操作 可以避免了这种 OFset的回波重跑 造成资源的浪费的一个情况 Sung Park也解决了我们多环境 多组件的应用的一个挑战 就是在我们内部的应用之中 其实有多套环境 比如说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 生长环境 每一个环境下面呢 会有多个组件 比如说卡不卡的组件 HBase这个组件 其实在我们内部呢 其实经常引发一些故障 就是说呢 比如说你单纯 单纯从连接地址 很难判断 这个地址 到底是属于哪个环境 哪个组件的 可能导致呢 会我们会上线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问题 或者地址配错 导致发生了一些故障 所以说呢 Sung Park也支持这种 变量的那种管理 比如说我们每个环境下 都有一个卡法卡集取 我们会定义 卡不卡点Cluster 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呢 在每一套环境下 对应它自己的一个地址 那么在你提交作业的时候 可以引用 这个变量的名字 然后实际上提交的组件上去 它会把你的这个 变量的值 进行一个替换 进行一个执行 Sung Park支持多种执行模式 刚才讲的 就是Young Application 还有Application的模式 还有Per Job的模式 还有Session的模式 还有这种Kubernetes 就是Application和Session的模式 还有Remote的一个 一个 Sung Park和Flink多版本的支持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强需求 就是我们在企业之中呢 很难说是我们只有一个Flink的一个版本 就是我们还有很大的需求 对新版本的一个长鲜的 这么一个需求 我们里面 目前Sung Park支持 从1.12到1.17的Flink的一个版本 在这里面 目前我们1.13 所以数据比较少 是10个 也是从后面慢慢去迁到高版本 那么1.14 我们有400多个作业 1.16呢 有110多个作业 1.17 现在有40多个作业 在里面 Sung Park实现了实施计算作业的咖啡管理 那么这个我们内部是有很多的体会在里面 就是相比我们之前繁琐的这个操作 其实基于Sung Park 我们解约了90%以上的作业管理和这个运维时间 你可以边喝咖啡边操作一些管理 那么试试这幸福指数呢 有个提升 那么最有感触的是说呢 其实我们有一次大规模的这种迁移 从一个好多部机群迁移到另外一个好多部机群 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种 我们所有的变量进行一个管理 把这个机群有一些变量 另外一个机群有一个变量进行一个管理 那么我们在去迁移作业的时候 只是迁移我们的程序 然后变量自动会提升新环境的一个变量 那么我们其实用很快的时间 将几百个作业 就从一个好多部机群迁移到另外一个好多部机群 其间呢数据也没有丢失 就是作业没有漏签 那么数据没有丢失 其实我们会把咱们的SIMPOD SIMPOD同步进行迁移到一个新的作业里面去 所以说总结起来就是说呢 我们SIMPOD有15大管理 能管理起来的都管理起来 有一条动态的流水线 对我们的福林的作业进行全身周期的发布 一个管理 那么四个一键的一个操作 还有就是作业 四个一键的操作提升了我们的效率 作业多指标的低音色的采集 作业失败自动拉起 多种方式实施告解 还有一些可视化的一个查看 基于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的运维效果和成本 有大大的一个降低 这个是某类的规划 就是目前社区里面有一些诉求 就是还是要支持一下Spark的一些计算 还有一些运维中心 还有Flink K8S Flink K8S我们刚刚说了 就是SIMPOD目前支持 将作业提升到K8S上 但是现在就是说 还有很多的优化空间 目前就会在进行存购 存购之后呢 不管是从性能上 还是体验上 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还有会围绕着流失树仓 做一些工作 就是比如说 刚才我说的 就是对这种 后续中版发布的 具有KT-Log的管理 还有Log的管理 后续比如说 可能会用这种数据血缘的这种 围绕着流失树仓 做一些工作 那我讲的这些呢 只是我们内部的一些生产 其实SIMPOD还有很多 其他好用的功能 大家可以关注社区 然后我们会有一些 线下的会议 还有一些新版本的 一些发布的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 谢谢 大家看有没有问题 我们自己的生产环境 但是SIMPOD是支持的 如果你看起了KT-Log的私人证 SIMPOD是支持的 对 包括作业的启动停止 你说作业调度是 我说的其中停止吗 定时啊 目前更多的可能是 对于流的处理 你说的是那种定时跑坯是吧 对 跑坯的话 目前有跑坯 也可以跑坯 但是现在好像定时 好像我目前还没有看到 对话 对 我觉得你们线下可以 交流一下 还先回答问题 好 我刚才注意到你 演讲中有一段就是说 自动的寻找最新的 Commit Checkpoint 然后来恢复这个Job 对 对 它这个Job如果它是 它是就是说失败之后 做的恢复吗 还是说用户不需要指定 什么Checkpoint 它有一个百分的升级 你们也可以找一个 新的Checkpoint来做恢复 对 就比如说你 假设你Flinger作业 如果它中间挂了 它发生重启 那是Flinger自己去找它最新的 如果它失败了 我要启动 或者说我要上线 重新上线我要启动 它默认会给你找最新的程度 重新上线 那用户 比方说它的Job 都变了 比方说有一个新的 就是说升级什么的 这个不是自动的吗 升级的话 升级的话 你是增加了一些算子 对 比方说 那原来的那个Checkpoint 就不能用了对吧 哦 它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说你算子有变化 你可能不是在你的Flinger 指定了UID那些东西 对 如果说你指定那个东西 它其实是恢复的 如果说恢复不了的话 Spa上有个选项 它会 你是不是忽略 恢复不了的那些状态 有一部分能恢复 有些不能恢复 也遇到了这种情况 就是说 我们想要把这个状态 给恢复出来 其实我们其实用了 那个Flinger的状态 API 重新制作的状态 其实我们有过这个经历 您好 在跟您说 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游戏 或者是 三个货币的 可以用到 其实游戏流失处理中 遇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对接卡卡 我们会遇到这种卡卡 包赛 然后消费过程 然后 然后 咱们在地形中 会不会监测 消费的状态 有没有 所会 有些数据会 的欺压 防御 这种防御 会有些运行多的 目前这个版本还没有 但后面 刚才最后一页 我讲的规划里面 这个运游中心 其实会做到 更细利的检控 目前来 目前呢 其实我们企业内部 也有这个需求 但是我们是在 旁路自己做的 这种监控 对对对对对 在后期的版本里面 会加上去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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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 tu play 在意测得住的 unfortunately 外面是美国均时面